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呢 就來到我們台北市大同區 我們的孔廟這邊 其實呢 這個孔廟呢 主持人也很常聽到 也很常經過 但從來沒有繼續過 所以今天呢 我們特別委託了我們的李老師 來幫我們做一下導覽 就是要來說一下這個孔廟呢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廟宇 是 然後對 老師我想首先問一下 我剛一進來 應該講說還沒進門 就已經發現我那個學習很差 沒有問題 因為我只會 兩個字我只會唸一個字 門 那另外一個 一個學 一個黃 這個字怎麼唸 這個我們叫做紅 叫紅門 紅門就是以前在學習的地方 也叫做學校 所以你進到這邊來的話 就是來到這邊學習 然後台北的孔廟 很特別 因為它是私人的 一般孔廟是官方制定的 孔廟是私人的 對對這個孔廟是私人的 原來它的孔廟是在 我們現在的北宜女地方 那邊有文廟跟武廟 武廟就現在的司法院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那個日本人來的時候 把它拆掉了 蓋了北宜女 然後蓋完了以後 當然我們這個地方的士神 會覺得說很可惜啊 孔廟又不是跟你這個日本 有什麼大的瓜葛 所以你把它拆掉了 所以大家就聚之 來這邊蓋的這個孔子廟 然後這孔子廟剛才講說私人的 就是募款而蓋的 而不是公家地方蓋的 所以它是比較一個特別的 還有孔廟你會看到 來到裡面以後 等一下我會看到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一個 很單純很樸素的 因為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也不能在官老夫子面前 賣弄大刀嘛對不對 可是你在孔夫子面前 你賣弄文章 這表示他的學位很高 我們很難 攀疾他的地位就對了 懂懂懂 所以說其實老師的意思是說 孔廟其實是我們台灣 我們這邊自己的在地地方人士 為了後代子孫盡了一份心力 把古蹟跟這個文化傳承留下來 讓我們現在才有的看 要不然當初可能日據時代的時候 我就已經拆光了 就變廢墟了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很難得的一種堅持的精神 好那老師我們是不是 帶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著這個鏡頭 我們進去裡面看一看好不好 好那這樣我們就走吧 好那老師我們現在進來之後 是 我突然感覺好像這裡很鬧鐘取靜 是 然後有一種好像很悠閒的感覺 是是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 他的製造的這個氛圍是什麼 OK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學校 是 然後他本來就是一個叫做學習的場域 他因為要營造這樣的空間 讓大家能夠來這邊學習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叛池 叛池以前是陪皇太子學習的地方 所以說你今天經過這裡的話 就是外面是青雲路 所以平步青雲的走進來 喔 那另外這個牆壁 其實也很特殊 因為他那麼高 我們講萬刃宮牆 因為表示孔子的學問是很高尚的 沒錯沒錯 我們很難跟他披敵的 所以我們到這邊來 就是要很謙卑的心來這邊做學習 所以他就用很多的竹節 你要看 那個竹節中間是空的嘛 表示他就是要讓大家來多去吸收 虛心受教這樣子 對虛心受教然後多去學習 這樣的意思 其實有了這個叛池是不是 我發現這邊會感覺比較涼爽 是是是 當然當然 可能水在流動 會讓人感覺比較好一點 對可能負離子多一點 是是是 那這邊其實我們看到 等一下這邊是孔廟的 林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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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那我們就編走去看看好不好 我們來編走來看一下 林興門 剛才我們進來這裡門嘛 這邊就是義路 哦 因為學好了以後你就要去傳教嘛 類似傳教這樣 呵呵 有道理 然後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龍柱好了 好 龍柱有時候就是在廟裡面都會有彩繪啦 或者上面有一些文字 可是在這邊它是有用那個叫做泉舟白石 就直接雕刻了 哦這是泉舟白石 對對對對對 所以它這個 當時也是運用這個漁船貨船 從大陸運過來 對對對 然後這個你看龍 其實我們家龍的樣子 他的嘴巴像駱駝 哦 他的嘴巴像駱駝 然後他的眼睛 這邊的眼睛 就像蝦子的眼睛 鼻子像豬的鼻子 然後這個 鬃毛像獅鬃 然後這個角的話像鹿角鹿龍 然後這個蛇身 魚鱗 然後鷹爪 對 所以我們從古時候到現在 都沒有看過這樣的化石吧 我們現在有什麼恐龍 這些東西的話 我們還看到那個恐龍的化石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中國龍的化石 對對對 所以表示龍是一種象徵 一種獨特性 對 他能夠授權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從古道經 對龍的尊敬 就表示這個廟 你要再蓋的時候 你看他用一二三四五爪 對 去表示說這個廟的位階 是很高階的 就是帝王的階級 因為一般的王爺藩王 只能用到四爪 對不對 只有皇帝才能用到五爪 所以等同說 我們當時在可能在清朝時期 也給予自身協士 也是非常高的一個領域 對對對 好那我們有看到說 其實旁邊這個 是 這個主神就知道 他叫石鼓 對 打鼓的鼓 是 一般廟裡面就是說 如果門口是獅子的話 就代表說供奉的主神 他是武的 是 這個是石鼓的話 就代表供奉的主神 是文的 文神 對對對 因為我們知道武聖 大家都知道是這個 關老爺 還有岳飛 那其實中國的文聖 其實就是自身協士 自身協士 對 那我們就再走進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一般來講到廟 這個反正是宗廟 宗祠 要左進右出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從左邊的這個門 是 其實我們中國的規矩就是說 左文邊 右武邊 左尊右背 然後那個 所以說一定要從左邊進去 右邊出來 那老師所以左邊其實是背對廟 等於是以廟的方向為主 應該說以神明 以神明方向為主 懂 所以大家如果面對廟門的話 就是你的右邊 就是我們的右左邊 還是靠右走就對了 就是很正常的走進去 然後走進去的時候 這邊也叫龍門 然後那邊叫虎門 其實我們一般的人 我們叫做 我們是類似綿羊 不要羊入虎口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從龍門進去 虎門出來 百事平安 這太有意思 好 老師我們走 這門檻類似以前 我們說 虎丁 就是說你到人家家裡 你不能踩到這個上面 是一種不尊敬的意思 可是你跨過去表示 因為你的腳好像有曲下來 要卑躬屈膝 然後稍微尊敬的 姿態上會比較東京一點 所以補充的 假如說你結婚進人家門的時候 第一天你就踩到這裡 我看你就很難過了 對方就不高興了 是我要跨過這個 好的要這樣跨過去 然後我們在這邊所看到的特色 你看上面都沒有提字 剛才講的就是沒有在 梁柱上面都沒有提字 梁柱都沒有寫詩 或者是誰誰誰競正 都沒有 他都是很 那個叫做很清楚的 就是說來這邊 就是一種空間學習 然後他也不用給你壓力 那希望你在這邊能夠 不管從 這個環境的空間 或者從學習的空間 都能獲得更好的一個 學習的環境 我懂了 就是說讓各位學習能夠心無旁誤 他可能在念書的時候 突然抬頭想發個呆 或在思考東西的時候 一看到什麼詩詞 他的思想又被拉走了 然後看到那個柱子 他又被拉走 然後過了好久才 糟糕我現在在讀這一本 所以可見這個 當時的古人在建築的時候 其實很用心思 所以他讓你就是說 在念書的時候專心 你抬頭看到 也沒有其他文字 可以干擾你的思想 可以讓你專心學 這個建築師我們叫王毅順 他叫做西底派的 是泉州的有名的匠師 然後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蓋了很有名的龍山寺 所以那個古顯龍 他們就請他來這邊 來設計這個廟宇 所以剛才外面那個地上 那個地圖就是他設計的 所以說這個 他用有很多的元素 是在廟宇上面的 但是他還是很尊重 那種孔子的思想 所以說是孔子的哲學跟思想 都在這邊表露無遺 我懂了 剛剛主持人講到的只是起一 就是說讓學子們能夠專心 起二就是什麼呢 不要寫很多詩詞文字 為什麼 不要在孔老夫子面前賣那種文章 是 大家就訴訴進去 因為再怎麼寫也寫不過孔子 乾脆讓他乾乾淨淨不要寫 那是這個意思 是 好 那我們在 這個是我們等於是 那個零星門 這個是零星門 對對對 然後這個後面 這個就叫移門 就是我們在孔孔的時候 最主要要進入 那個大殿的那個正門 所以說到時候在孔孔的時候 他就會大門 就會中門開 中門會打開 這三個門都會打開 是 那平常是不開的 平常就是剛才我們講說 要從左邊進來 右邊出去 這好像跟一般 比如說像我們去到咸天宮 感覺上好像也是很類似 就是宮廟的規矩 應該是差不多 都差不多 對神明的一個尊敬 是 明白